好 剛剛講到這麼多就是你在古樂學習上的一些事情 就很好奇說 就是 這一段就是你從你開始 我記得你是幾歲開始學音樂的 好像是 我是6歲開始學YAMAHA 對 6歲嘛對不對 8歲開始學場地 然後到後來就是在北藝大畢業 然後又踏入這個古樂的學期 又是一個很漫長的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很漫長嗎 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念書的時間那麼長 讓學生時間很長 就是 對 我知道就是那種一直很 一直覺得說 想要知道更多這樣子 對 那可是因為這些時間累積起來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回頭一看就覺得這真的路好長 那你是怎麼去 有沒有什麼一個信念啊 或是什麼 去支持你去走過這麼慢慢的長路 其實我不會覺得很長 就覺得一晃眼中就8年了 你反正就是好時間怎麼過這麼快對不對 對就是當下 就剛開始學學的時候就覺得 喔好好玩就好有趣就好想繼續學 然後當你越學之後呢就覺得 哇又有一個新大路 又開啟了一個東西 然後覺得喔這個又好想學 然後再走走走走就發現 喔這邊 又一個 又因為你很想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就會想要去 了解 然後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很想了解 這是什麼 所以我 會引發我的興趣 然後讓我繼續去探究 嗯 所以好像 嗯 好像你也不會 所以要喜歡 對就是熱愛 熱愛才會繼續 對好像也 不太需要一直告訴自己說 喔我想要 我因為什麼 所以我要堅持 對不對 其實就是對你來說 就是一晃眼 就是這麼久的時間 就過去了 對啊 當然就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 我也會遇到一些抉擇 然後就覺得啊 就是 就像我從現在場景 轉到巴洛哥場景的時候 我也會想說 那怎麼辦 因為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你現在還會覺得 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嗎 我會覺得 對 一開始我會覺得 是兩條不同的路 可是 當你覺得它是兩 可是它並不是 兩條不同的路喔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怎麼說 眼鏡的過程嗎 嗯 這對你來說是什麼 就是現在 現在不會覺得 它是兩條不一樣的路 反正是一個 不會 我覺得它其實 是更可以 讓我了解到 場地整個脈絡的一條路 喔 對就是 當你就是 嗯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是 從頭 從後面 慢慢的往前看 往前 真的 所以其實 以前的人 根本不知道以後 場地會發展的什麼樣子 對 所以其實 我們反而是從 21世紀 從一個結果 然後溯源的感覺 慢慢的去溯源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好玩的 真的蠻好玩 對 然後當你再回去看 場地的這樣子的一個發展過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你剛有講到抉擇嗎 你還面臨到什麼樣的抉擇 一開始會有抉擇 因為 老師就說 你要學巴洛克場地 你 不可以練 先不可以練 現代場地 喔真的喔 當時的老師會這樣講 對老師會先 希望你把現代場地先放下來 因為你要好好的學習 是 這個樂器的運氣方式 就你要先好好認識它嘛 所以他希望你先把 樂器先放一遍 然後好好的就是 心無旁盧的做這件事情 對 就是做這件事情 之後當然你可以再 拿起你的樂器 嗯 或是你就可以在 所以當時對你來說也是個抉擇這樣 對 因為當時就覺得 啊我不能吹現在場地怎麼辦 會很焦慮什麼 為什麼會很焦慮 因為覺得好像 就是因為當然缺乏不一樣啊 對 就是會覺得 會不會以後不會吹場地了 喔你會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因為你換了一個系統 對 然後一個 所有的東西都其實 就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嗯 然後就會覺得 哇這是不是兩條不同的路啊 懂 可是慢慢的你就覺得 喔這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方式 是當你開始做之後 你才發現說 欸其實 好像也沒那麼困難 就是說 你只要持續的去做這件事情 它慢慢的你就可以自在的 去轉換那個系統 對 而且我覺得 反而 你可以去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理解其他樂器的構造 喔怎麼說 跟吹法 就是你就會覺得就是 喔你現在你吹了巴洛克場地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喔那我 我吹在現代場地之後呢 那我可以怎麼樣運氣啊 或是 我的運氣方式 並不是就只有抖音啊 對 其實你拿掉抖音之後 然後 你的articulation上面其實已經可以做很多東西 對 其實你就可以去開啟發你說 你另外一種聲音的呈現方式 嗯 那因為你現在在德國有開啟你的音樂事業啦 就是你最在意的是什麼事情 它那個核心是什麼 就是在你每次吹奏的時候你覺得你 你最想要做到 然後它必須要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是合奏上 嗯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在音樂中的連結 我覺得就是 嗯 反倒你自己個人的表現好像不是那麼重要 你最在意的是 大家有沒有合在一起 我在意的是就是 嗯 在呈現這首作品的時候呢 就是 它有沒有感受到 我們有沒有互相一起感受到這個音樂 它所要表達的 嗯 以及 就是在這個很特別的這個和聲的moment 的時候 嗯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這個 這個特別的點 然後我們去 我們去 我們去 我們一起 就是我們會 可能 好像是一體的 對我們是一體的 然後我們感受到 我們聽到那個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 去 一起完成這個音樂 對我們自然的去做出來 嗯 我覺得 對就是在這些上面是很特別的 這是蠻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對啊 就是比一個人吹 哦對 我覺得 對你上次那個文藝復興的講座的時候 嗯 就是那個 大家合在一起的那一刻 對 真的會感覺到一種 哇齁 就是眼淚要噴出來的感覺 對我覺得那就是 有一種 在那個當下 大家對於音樂的感受跟凝聚力 對 你就會發現大家在 就是合奏的當下 是真的完全在一起的 就是它 它不太需要語言 對 就是很清楚 大家在當下的那個心啊 那個 所有狀態是完全在一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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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能 對 都不太能 對 都不太能 對 對 都不太能 對 都不太能 都不太能 對 都不太能 對 對 就是我就是很 很珍惜就是 每一次在演出中 就是 能有這樣子的感覺 嗯 或是在每次的吹奏中 都很希望 嗯 對 哇那你算是真的有 就是完整的呈現你的 這個重心思想 謝謝 有很多在 學習音樂的人啊 就是一直都 就是 一直都很想讓自己進步 嗯 我很好奇就是 你怎麼去維持自己 持續的去進步 嗯 你有想這件事情嗎 好像 好像沒有 但是我會一直 嗯 想去進步嗎 我會想 一直想去了解更多 就是那個好奇心 對 會一直去 保持我的好奇心 然後 以及當我覺得 就是 好像怎麼走不通的時候 我會一直在 回想我當初為什麼要 選擇這個樂器的初衷 哦 對 然後我就會 就是在想 那怎麼樣可以 就是 更能 就是 透過 這個樂器 然後 向大家 就是 呈現出這個 這個美好的聲音 跟 這個時期美好的音樂 嗯 對 所以我就會一直想去知道 或是用很多 或是 用 就是 讀很多書啊 或是 聽很多音樂啊 或是 就是從 或是演奏啊 跟其他的演奏 這種方式 讓我一直 往前進 嗯 嗯 我上次問歐家文的時候 他給我的答案也 跟你有點像 真的嗎 對 就是你們 當我 我為什麼想要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發現 好像很多學習的人 他們都會 尤其是學音樂的人喔 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想要 一直不停的進步 可是有時候 我覺得到我們 一直放在這件事上的時候 好像就放錯重點了 那好像 因為我發現 我上次問了家文 他也是跟我講說 他沒有特別想這件事情 他就是 只是覺得 可能就是一個 好奇心吧 對 就是想要知道更多 對 就是覺得說 因為這個世界其實 永遠都挖不完 就單純只是 因為想知道更多 然後還有 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就是 那個初衷 或是你想在音樂上 達到什麼事情 對 然後 是因為這個 這兩個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以及你們很熱愛這件事情 所以可以讓你們持續的不斷的 能夠持續做這件事情 對 對 馬鈺的音樂事業喔 現在在德國的工作主要有哪些 我現在在德國 如果是以巴洛克鼓長笛的話呢 就是 有時候會 就是在樂團裡面演奏 嗯 鼓樂團裡面演奏 然後 嗯 還有 可能是室內樂團 然後在一些音樂 音樂節 上面演奏 是主要是鼓樂的音樂節 對 都是鼓樂的 就是鼓樂的活動 鼓樂的活動 他們是每年 固定會辦一個 關於鼓樂的音樂節嗎 因為在每個地方 每一個 有很 像德國其實 鼓樂的活動 其實是還蠻多的 就是像是在 嗯 復活節的時候 或是聖誕節的時候 就大節日的時候 一定會有鼓樂 對 就會一定會有 像是因為 巴洛克在德國的音樂活動 就是音樂 是很有名的 就是大家就是 一定會知道 家喻戶曉 對 就是像是在德國的時候 就是復活節 或是聖誕節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會去教堂去聽 對 因為跟信仰有關係 對 因為信仰有關係 所以復活節就會演奏 巴派的受難曲 然後聖誕節的時候 就會演奏巴派的聖誕神劇 所以其實這些活動 就是在特定的節日的時候 就會很頻繁 很頻繁 那真的是蠻走入大家的生活 對 就無論是現代的樂團 或是鼓樂團 都會演奏 都會演奏 可是呢 大家就是有個共識 就覺得就是 就是 巴洛克音樂 就是會用鼓樂器演奏 所以很多人 所以其實鼓樂團 在德國是很多很多的 就是一個遍地開花的概念 然後鼓樂 像音樂節也是在很多城市都有 像是萊比錫的巴派音樂節 或是 馬德堡的泰勒曼音樂節 對 因為泰勒曼是在馬德堡出生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阿巴他最後 工作的 以及他人生 都是在萊比錫 就是 度過的 所以其實 每一個城市 都會有一個音樂節 像是 或是韓德爾音樂節 或是很多很多很多音樂節 真的是各種耶 各式各樣的音樂 這真的是差不多 快才滿365天的 就是 還蠻多音樂會的 喔 所以其實在 當 就是德國當地的 鼓樂發展 真的是蠻 就是 旺盛的 對 不僅是德國 其實在歐洲 很多其他地方 也都是 鼓樂活動都是很好的 這蠻出我意料的 像荷蘭啊 瑞士啊 或是法國啊 這些地方 懂 他們算就是 鼓樂這麼的 怎麼講 盛行 在當地喔 但是 能夠在 鼓樂圈的工作 這樣子工作 穩定的工作的話 有什麼需要 必備的一些 條件嗎 當然就是你要 學鼓樂器啊 哈哈 那如果說 就是一定要是 學員畢業的嗎 還是說 有人是自己 就是自己 這樣學 然後可是他有獲得 某些資格 就是說那個資格 你可以 進入到這個 鼓樂圈這樣子 工作的那個 門票 那個門檻 其實大部分 都還是 鼓樂系畢業的 因為就是 像老師就會 介紹或是 推薦 嗯 一些活動 跟機會嘛 所以其實就是 你真正的 在鼓樂圈子裡面的話 你就是更能夠 接觸到這些活動 大家基本上都是 真正的就是很紮實的 有學過這個樂器 以及他的 背景 知識這些 東西的人 會比較容易 會比較容易 應該說 大家在溝通上面 也比較容易 就會有共識 然後也知道要怎麼樣 怎麼樣演奏 或是 有一個 對 有一個共識 嗯 對 那你在 你在就是當地 就是跟鼓樂團合作 有沒有遇到什麼 有趣的事情 我記得 我忘記我在演奏 哪一場音樂會 嗯 就是當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是 很冷的 冬天 很冷的冬天 嗯 就是很冷 然後 然後我記得 應該是演奏 聖誕神劇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或是巴哈的聽唱劇 還是其他的 然後呢 就當我們演出到一個 段落的時候 剛好就是外面就是 有鐘聲 就是 大家就是全場靜默 然後就是 在聽著那個鐘聲 真的喔 就大家就是 連演奏的人都停下來 就是我們剛好結束 剛好在一個 就是曲折結束 然後剛好那個鐘聲響起 然後就是我們大家就會 因為他的鐘聲就是很多下 然後就是大概有一分鐘 兩分鐘這樣 所以我們全部的人 包含觀眾 跟演出者 都是靜靜的聆聽那個鐘聲 然後 就覺得心裡很感動 就很豐足 就覺得哇 就這就是我 很感動 為什麼我來學習 就是為什麼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支持我 一直繼續 往前進的感覺 就是這些演奏上的 帶給我的豐足跟快樂 然後 還有就是想像的 喔外面很冷飄著雪 可是我們在裡面演奏的是 很令人感動的音樂 然後所有的氣氛 都是這麼的好 嗯 那個鐘聲對我們來說的 那個意義什麼 它是有意義的嗎 沒有它就是剛好整點到 就敲鐘了 我知道 所以你是覺得說 就是那個 時間點都接得很好 很完美 對就是那個當下的 當下的瞬間 就覺得很感動 就所有的 所有就感覺好像就是 就是全部就是有點像是在靜 或就是靜靜的就是 回味著剛剛那個 當下 留在那個 停留在那個當下 然後你就聽到 大家也都很平靜 然後大家就是聽著那個 靜靜的坐在哪裡 對 然後外面又會下著雪 這樣 喔 好我懂喔 對 就是會很感動 嗯 就是你遇到每一件事情都 讓你更確定就是 就是你就是要走這條路 對 好了 聊完這麼多呢 我們要進入到 實作的部分 實作的話呢 等一下 馬鈺呢 會跟我一起就是 演示剛剛他講到 就是教授當時有帶他練的 一些基本的 就是關於在 陰沉上面之間的那個 感覺 對不對 會做一些基本練習 然後還有就是演奏 一首 你幹嘛要自己講那麼緊張 就是要先請大家包涵喔 這我們的馬鈺非常的專業 但我才剛知道 剛學習 別這樣說不要說 但是基於呢 我一直在頻道提倡 就是我覺得 你今天想做一件事情呢 那你就是去做 持續的做 他就會慢慢的 會有一些成果出來 所以我今天就是 作為一個示範的例子 就是關於吹奏上的 就是 嗯 狀態呢 大家就編曉定一點喔 好那就 請大家慢慢的看下去 我們等一下的實作囉 好今天很謝謝呢 馬鈺過來呢 跟我們分享 關於古月的各種事情 那今天內容就到這囉 那想要更了解古月呢 或是更了解馬鈺的話呢 大家可以去哪裡找你呢 大家可以到我的個人粉專 個人的Facebook上面 或是IG 或是微光古月集也可以找到我 你可以在微光古月集的粉專呢 看到馬鈺演奏的一些影片 那微光古月集呢 本身它也有部落格 對 微光部落客 你也可以在微光部落客呢 上面找到馬鈺賺錢的文章 好我都會把訊息放在下方 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OK 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聽到 我有聽到 我有聽到 這就是要找到那個好聽的聲音 所以你就知道你準了